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大家都有很多时候这样的想法 就是,柠檬吃入口,明明酸的啦,为什么你说它是检性的食物呢? 检性的体质是一个健康的体质,如果我们有感冒有病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属于酸性的 而那些癌症的朋友,它身体是酸性的,所以这个柠檬它说是检性,我们吃多一点就对我们身体好 很奇怪,它入口是酸,而它的披抑值也是酸的,但是为什么是检性呢? 因为当柠檬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它里面含有的柠檬酸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代謝生成一种二氧化碳和水 随着二氧化碳,我们敷出体外,这个酸性就没有了 但是又怎么会变成检性呢? 就是柠檬里面的甲,钙,这些梨子,它是以一种金属的羊梨子形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些梨子是要和酸根梨子合在一起的,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可以降低尿液的酸性 所以就称为一种检性的食物了,其实不仅是指柠檬,绝大素的蔬菜水果也是检性的食品 这些对于特别是那些痛风或者是高尿酸的朋友,它很重要 因为当它的尿液程碱性的时候,它的尿酸就会变成盐 而这样就很容易被身体排除,就可以减少痛风的发作的机会了 所以如果你平常都有时时有痛风这样的情况,又或者你是高尿酸血症的患者 就要多吃点柠檬,让你的尿液是可以肩胜,容易排走你身体里面的尿酸